美國喬治亞州參議院 週一 也就是3月8日 以29比20票通過了一項全面的選舉改革法案 這項法案將在許多條款中廢除無理由的缺席選票 並且對郵寄選票作出許多的限制 喬治亞州從2005年以來一直允許無理由的缺席投票 但是在去年的大選期間 有團體慫恿搬家到外州的選民 再去申請喬治亞州的郵寄選票 違法進行重複投票等等濫用郵寄選票的現象層出不窮 新的法案叫SB241 它限定只有殘障人士65歲以上的長者、軍人、海外的選民 等一小部分人群有資格申請郵寄選票 另外法案還要求選民必須要出示身份證件 才能申請郵寄選票等等 上週三 民主黨控制的國會眾議院 是以220票比210票通過了聯邦的選舉改革法案 HR1法案 該法案的全名是HR1為了人民法案 法案提出改革投票程序包括允許全國性的大規模的郵寄投票 允許16歲的公民申請註冊選票 永久允許提前投票 對網上登記進行最低限度的驗證 允許被釋放的重罪犯恢復投票權等等 這個法案還規定各州必須允許收割選票 也就是允許接受薪水的這種政治行動者 從養老院等地方收集郵寄選票 但這種程序之前一直是被質疑說 可能會增加選票被篡改的風險 法案還削弱了州的權力 擴大了聯邦權力 同時也把去年大選期間 一些引起非常廣泛爭議的做法固定下來了 制度化了 小學你怎麼看 首先我們看到喬治亞州參議院 它現在通過的一些法案 在某些細節上和HR1法案是矛盾的 比如說要不要通過戴照片的身份證件 來確定選民的資格等等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 如果喬州和聯邦的選舉改革法案 最終都通過了州法和聯邦法相互矛盾 那時候該怎麼辦呢 基本上還是會以各州的法律為基準的 因為就包括這個VoterID的問題對不對 其實你比如說聯邦的很多其他州的話 都是需要檢查ID的嘛 那麼但是在加州啊 其他一些比較藍色的州 他們確實很多地方是不需要這個VoterID 我們所在的馬里蘭也沒有要求ID 但是各州可以有自己相對嚴格的VoterID的機制 而且這點上它肯定是優先於聯邦的 因為這點是local執法的問題 它怎麼樣確定選民的資格 那總體上只要不違反整體的這個憲法 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麼聯邦呢 現在要通過了一下往事一種細節性的這種法律 那麼它這裡面也沒有說禁止各州 就是進行更嚴格的ID 它不能夠禁止各州 所以我覺得在這點上就是說 各個比較保守的州 在現在的情況下 加強自己對選舉機制的這個修正 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關鍵的核心所在 那當然目前的喬治亞的法案 我覺得作用還是相對有限 因為基本上只針對了郵寄選票這部分 還有VoterID方面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包括州裡面的資金 怎麼樣運用到選舉的計票機制方面的問題 其實還是應該有更多的限制 這個kickback 單派的利益 怎麼樣介入到這個機票機制裡面 這個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用什麼樣的這個機票的機制 才能夠讓民眾恢復對選舉的這個信心 這本身也是大的問題 是不是要回歸到這個傳統的這個手工機票的方式 或者是其實也有一些公共黨的人士提出來 就是說你至少要兩種機票的方式並行 除了機器機票也應該有這個手工機票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牽扯到就是說 只是共和黨人在這個喬治亞州所做的第一步的努力 更大範圍的這種對於選舉機制的重新調整的話 其實也是迫在眉睫的 現在州裡面能做的算是第一步 但是我覺得應該看 應該希望 Arizona 或者是賓州 或者是米西根等等其他州也應該有相應的動作 這樣子才能夠形成一個真正的遏制這個 就是在聯邦層面立法來使一些 有可能造成選舉舞弊的這種做法變成一個常態化 這個是HR1法案所帶來的一個巨大的威脅 所以現在就看其他州能不能跟進 您覺得這個HR1法案在參議院通過最終過關的可能性有多大了 現在就是說因為這樣的法案要達到60票以上的 所以對參議院目前的這個勢力格局來看的話 通過的可能性還不大 但是這裡面牽扯到兩黨 會不會在這個法案的一些細節上再重新做一些調整 重新再來就是在爭取這個共和黨的這個參議員來支持 這個是一個大的問題 那共和黨本身在過去這幾個月裡面 對於這個選舉機制這個公正性方面 我覺得有有膽子 有勇氣出來說話的 這個共和黨人 共和黨的參議員 這個人數還太少 所以不知道這個後面會不會有其他的變數在報索 而且現在很多人都在關注到底這個冗長議事的程序 會不會被廢除 如果廢除可能會導致一些新的變數是這樣嗎 對 就是如果用Filibuster這種做法的話 前行通過的話也有可能 就是現在民主黨畢竟是被極左的力量所掌控的這樣一個政黨了 所以對他們來說要想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些極端的政策 包括比如說最近議論非常多的這些移民的政策 那他們肯定是希望在這個選舉方面能夠讓更多的非法移民 能夠成為他們一個很重要的選舉的一個基本盤 這一點如果已經成為民主黨一個既定的方針的話 那就是他們會想盡辦法去推行的 所以我才說這裡面也還有很多變數